嘿,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期的PR教程我们就来制作一下 现在小伙伴们看到的就是水墨转场的效果 那么这期教程我也会把用到的水墨素材全部分享给大家 一共是8款的水墨素材 那么现在小伙伴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完成之后的效果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它可以用到我们任何的视频效果当中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这期教程的话 也请小伙伴们多多转发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点个赞投个币都可以 谢谢官人 好,那么我先把上面的这些效果先删掉 我们头头开始 好,现在小伙伴们看到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电影了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电影的画面来做我们的练习素材 首先我们找到这个两个镜头交接的地方 然后我们找一个水墨的素材 比如说这段素材我们把它拖上面来 好,我们拖到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墨的素材它是相反的 比如说水墨它是白色的 而我们的纸它是黑色的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它是这个效果 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是同样可以制作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水墨的素材拖到我们这个V3这个轨道上面 然后选择我们第一个轨道上面的素材 然后给它剪切一下 和我们的这个水墨的长度一样就可以 然后再把它移动一层 移到我们V2这个轨道上面 然后把后面这个镜头直接拖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这一层就是我们的水墨 然后下面这一层就是我们前面的镜头 然后最下面这一层就是我们需要切换的镜头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效果里面搜索轨道遮罩就可以 然后我们直接拖到我们这个素材 就是我们VR轨道的素材上面就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在效果空间里面 我们把这个轨道遮罩的属性这个地方遮罩 我们选成视频3 这个视频3就是我们的水墨的素材了 如果你的视频3是在轨道4上面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选择视频4就可以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拖到轨道3上面就可以 然后选择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效果并没有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它的合成方式 直接选成亮度遮罩 选成亮度遮罩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是反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墨它是白色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勾选下面这个反向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们简单播放一下 好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没有听懂的话 那么我们再制作一遍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段素材加一个水墨的效果 还是像刚才一样在我们的素材里面找一个水墨的效果 比如说这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我们这个水墨它就是黑色的了 但是它的时间有点长 我们只需要右键把它的持续时间改成200 然后还是像刚才一样把水墨的素材拖到我们V3这个轨道上面 然后再把我们V1轨道上面这个小姐姐修剪一下 剪出一层 然后把它往上拖动一层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后面这个需要切换的素材就是这一段 给它移到我们最前面就可以 正好还是像刚才一样分三个层 第一层是水墨 第二层就是我们前面的这段素材 第三层就是我们需要切换的那个素材 然后我们还是在效果里面找到我们的轨道遮罩 然后直接拖到我们这个中间这个素材上面就可以 还是把它的遮罩属性选成我们的视频3 然后它的合成方式我们选成亮度遮罩 这个时候我们播放一下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不过它还在效果没有完成的时候 我们这个素材它长度不够了 我们如果素材长度够的话 我们就拉长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简单播放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还是有一点点的影子 说明我们这个水墨的黑色 它并不是特别的黑 并不是纯黑色 所以说它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影子在上面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 我拖动看一下 然后我们只需要给这个水墨的素材 在这个地方给它的不透明度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往后移动几帧 再给它的不透明度调成零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简单播放一下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它的时间还是太长的话 那么可以继续调整它的速度持续时间 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找到我们的比例拉伸工具 然后手动给它调节成自己喜欢的一个合适的时间就可以 后面的操作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 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无论你是用的什么样的水墨素材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给它做一个这样的效果 这里我就不再给大家做过多的讲解了 只要按照我的方法做 就可以很好的完成这个效果了 即便是它有一点点的小瑕疵 像这个地方 它的水墨还会留下一点点的这种小水渍 那么我们只需要给它的不透明度 简单的打一个关键帧 它就能很好的把这个东西给去除掉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下温是非常不错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PR里面 制作这种水墨转场的方法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这期教程的话 请小伙伴们多多转发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官员 那么这里如果有下期教程的话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谢谢大家